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另外中部地区 苗栗县 台中市 彰化县 云林县 南投县 明天照常上班上课 到了南部 嘉义县是 台南市 高雄市 屏东县 明天照常上班上课 另外东部跟外岛地区的部分 台东县 澎湖县 连江县 金门县 明天同样是照常上班上课 好 我们看到我们的气象主播瑞萱已经在这边准备了 要告诉我们最新的台风消息 瑞萱你好 主播好 好 我们大家很关心的是 刚刚在8点半的时候 气象局已经宣布了部分地区的陆上台风警报 看起来依照这个台风的路线来走 目前您所评估的是这个整个的台风的雨势 什么时候会到最大的 好了 其实现在开始呢 风雨就已经开始逐渐在增强了 不过雨是最剧烈的时候呢 会是在星期三下半天到星期四这段期间 所以大家都不可以掉以轻心 好 之前大家都要小心这个台风来袭 不过还有任何最新的消息 我们刚刚请瑞萱告诉大家 好的 在今天晚上8点半的时候呢 中央气象局就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 而且海上警报的范围也扩大了 像是现在海上警报的范围就包括了北部的海面 以及东部海面 以及台湾海峡的北部海面地区 而至于陆上警报的范围 当然就是包括了整个北北基地区 及宜兰花莲 再加上现在这个台风是逐渐的逼近 所以各地的雨势都会开始增强 那现在中央气象局都持续发布豪雨特报 像是现在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以及东部地区 雨量已经达到了大豪雨以上的等级 而尤其是在西半部的这个山区 更是达到了超大豪雨 那像是今天在整个林口西雾巴黎及观音地区 这个雨量更是累积到了两百毫米以上 是相当于一个大豪雨的等级了 而且我们也遇过在台风影响的这段期间 在北部地区这个雨量都有可能累积到一千毫米以上 所以大家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 那再来我们从云图上面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台风是逐渐的接近台湾 而且它的这个外围环流也开始影响到台湾了 那它明天开始呢 这个暴风圈就会逐渐接近 而且预计在明天下午的时候 暴风圈就可能会触及到陆地 当然现在也是不排除 它会直接从东北部地区登陆台湾 不过呢就算它没有直接登陆 但是因为这个台风 它的外围云气是相当的扎实 而且水气是相当的丰沛 所以就算它没有直接的登陆 对台湾的影响还是一样非常的大 而且预估在明天下午开始 到星期四最后期间呢 首当其冲的北部及东北部地区 都会开始下起非常剧烈的雨 而且呢在中南部地区 也不可以掉以轻心 因为受到台风逐渐接近的影响 这个西南气流也会逐渐增强 所以在中南部地区呢 也可能会达到超大豪雨等级的雨势 所以未来几天 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关注台风的资讯 再来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的掌握 那以上就是最新的台风动态 我们把时间交换给主播 好 非常谢谢瑞萱带给我们最新消息 那么有关台风的最新的状况 我们请锁定 U点TV会随时为您插播报导